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与公务处长陈耀川来到基隆成绩转运站施工现场 进行工程进度说明提出改善重点与改善建议 预估最快5月底进入验收的收尾阶段 那最近呢其实大家很多市民朋友都在反映非常关注我们基隆成绩转运站的这个工程的状况 那今天也是我们市府开工后的这个第四个工作日 这段期间呢我们也呢到了工地来实际的去勘察相关的一些工程的状况 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呢根据现场勘验的这个状况 我们有得出了三大的这个改善的重点 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发现在工程设计部分呢 仍然有一些缺失 未来呢我们也会进行的相关的一个改善 那第二个就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工程的进度有所延宕 也包含说过去在陈伯会期间有多有很多名厂商在进出影响到相关的工程 还有呢台风天等等的因素 所以说我们也会呢在记者会的最后也会呢重新拟定的一个进度时间来让各位市民朋友还有媒体朋友来做一个支的动作 那第三呢就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在前市府在招标营运厂商的部分 我们有发现说这个厂商呢其实它并不是它是非百货零售业的这个厂商 那来进行这个经营的部分 那能否成功的运营呢其实呢仍然有待时间的考验 它刚够那个进高过低了 那可能就是进高不足的时候 它游客在行走的时候可能会有受伤的疑力 那我们是建议说把它调整它那个天花板的灯距的高度 就部分的部分部分有行人动线的时候要调整天花板的那个灯距的高度 或者是一些一些天花板一些设施的高度 或者是说就是把动线移开 避免游客从那边经过 就进高不足的地方经过 那避免游客来产生受伤这样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发现说 它电梯有一个电梯因为受草的关系到现在还没办法动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它赶快来改善 就是要把主机板换掉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一些比较细部的一些收尾的工作 包括墙面的粉刷 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钢垢的粉刷 这个部分都要赶快来做完成 这样才有办法移交给那个 就是整个工程完成之后才有办法移交给交通处 那针对呢上述的这些改善的一个建议 我们市府呢也会积极的展开改善的措施 并且呢监督工程的进度与品质 同时间呢针对营运厂商非百货业背景的部分 我们也会积极的来辅导营运厂商努力的整合零售商 客应院以及呢这个科技资讯的这个部分的资源 让这个工程呢能够顺利了 那最后最后我也想强调说 关于这个工程的这个进度 我们目前最快预计是在五月底会进入验收收尾的这个动作 待我们的这个工程安全无余 才能够给所有市民旅客一个呢安心安全的一个乘车的环境 市府也强调将持续监督工程进度与品质 确保工程安全无余 才能给市民旅客舒适的乘车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